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就业促进处处长刘小军 4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就业工作座谈会上表示 北京市将制定政策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纳由北京户籍的就业者 官方新华社报道说 北京市的这项计划针对的只是个别产业的一些工作 包括保安和地铁安检等低技术工作 在中国的网络上 这项政策受到了关注 也引起很多有关户籍歧视的质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 以北京的地铁安检人员为例 月基本工资是2200元 即使每个月加班10天也只有3000元的工资左右 比北京居民5800元的平均工资低很多 如果大幅度提高工资标准 不仅会增加地铁公司的负载 还会增加财政支出 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美国南卡州立大学教授谢田认为 城市经济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城市发展与劳动力成本等密切相关 北京市政府的做法不利于城市发展 经济中生产的几个主要要素 一个是土地 一个是资金 一个是劳动力 很多城市 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 实际上在靠其他城市或其他乡村地区 远远不断的这种劳动力的廉价劳动力的支持 才能维持下去 不过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认为 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有类似的规定和政策 但大多是潜规则不会公开 北京市的方法相对缓和 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放缓的趋势 刘先生介绍说 在大原则上 中国各地对城市化发展中的户籍和就业问题都有规定 但北京和上海是例外 当局希望能够控制这两个超级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按照中国官方的数据 北京市现有2200万人口 其中1200万 有永久或临时的户籍 有消息说 当局希望在2023年将北京人口规模 控制在不超过2300万人的水平 官方媒体报道说 某些北京市的工作 以非北京户籍人士为主 比如北京市的保安工作 90%由外地人担任 谢教授表示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阶段 大城市中低收入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多由外地移民组成 以行政权力进行限制 对城市健康发展不利 尤其是由他有这种吸引力 这种开放性的 能够让别人进来 他实际上不管连加劳动力进来 可能是消费啊 什么这些都跟着进来 你现在这样做的话 实际上就是把整个 把这个城市给封闭起来的话 他最后那个经济也会受到 受到这个影响 谢教授认为 在就业中 地域或户籍歧视 如果处理不好 可能会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 他也表示户籍歧视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现象 根本问题是中国的现行户籍制度 中国的刘先生则认为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其政策往往对其他城市的发展形成影响 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落后 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大问题 中国对城市化的理解 就是比较简单 认为房子建起来 然后工厂建起来就城市化 其实这是对城市化认识的一个误区 城市化其实它涉及到这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涉及到人的生活方式的这个转变 涉及到这个管理的这个专业化的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来看 那个对城市化最大的障碍 就是中国政府目前的这个老一套的那种管理机制 按照中国政府的计划 未来几年是中国城市化的关键时期 城市化率在2020年应达到60%左右 也就是要有两亿多人成为城镇居民 刘先生认为 中国的城市管理需要有一个全面改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